虽然金价做得很好,但是我们看到股份的升幅不会跟贴商品的走势。 如果大家一看好金价走势的话,应该就是吸纳一些商有业务的矿股,比如说造金矿业。 因为其他的,比如说紫金矿业,可能有一点就是做其他的基本金属,还有就是下游的业务。 那些就会受到金价上涨,令到成本增加,所以我们如果看好商品的走势的话,一定要选择一些商有业务的矿股。 还有,现在目前矿股的市盈率就比较高,所以我们可以等待一个回吐才做吸纳,目前吸纳的风向就相对比较高。